一起来关心天气了 很多观众朋友在关注中南部的雨势 要告诉大家 今天虽然比较趋寒一点了 不过明天开始又会持续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的雨又要变大了 所以我们看降雨距离的部分呢 南部会来到90% 而且中部地区也会有80% 至于北部地区东部地区呢 这个降雨几率大概都是在午后雷震雨的部分 在山区还有近山区的平地都很可能会下雨了 温度的部分呢都会达到超过35度34度左右 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偏闷热 提醒您要做好防晒工作了 不过其实我们来看雨区预报的部分 刚刚我们说到中南部会持续的降雨 就从周四周五这两天要特别注意了 最主要就是因为科罗沙台风 北上把整个低压带北台 所以西南风又增强了 我们看今天深夜到明天这段时间呢 集中在中南部地区雨会开始下 而且我们看这个明天呢 很可能会下个到早上都会持续的再下 所以最主要红色这块区域 屏东啊还有南部的高雄台南都要特别注意了 这雨可能会来得又快又急 可能是豪雨等级的降雨 地窝地区也要小心淹水的问题了 那么继续陪子有些小叮咛 要告诉大家 刚刚我们看到桃源以北花冬 天气都蛮热的 高温可能来到36度了 另外中南部的豪雨呢 也要提醒观众朋友注意 还有就是科罗沙台风 今天明天会影响到日本地区 如果说您要前往日本的话 也要特别小心留意了 以上就是这一节的气象时节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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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